我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大长腿的七星裤 最优秀的地方在于板型 骑车不会露脚脖子 两侧一微护胯比较薄 在视觉上可以优化臀型 有一种蜜桃臀即视感 那只C11护膝有调节粘扣 可以根据自己的腿长调整护膝 日常想更舒服的话也可以取出护膝 跟普通裤子差不多 跑长途最好自己再搭一个长款护膝 防护更全面一些 面料外层是人造纤维 吸湿性 透气性比较好 正适合20来度的春季 摸起来滑溜溜的 防滑效果可能没有牛仔裤那么强 但也不至于在车座上打滑 内层在容易磨损的位置 加了两层凯夫拉面料 这种面料的韧性高 一旦摔车即使外层磨损 内层还有所缓冲 但是不一定好用 为什么呢 只能是屁股着地的理想状态 有一些作用 没法判定自己到底是怎么摔的 即使能判定 不摔岂不是更好 所以这几块布料的设计 我不太理解 拉练在后腰 可以避免普通越带裤 拉练磨油箱的问题 宽松紧带 不会勒肚皮 选平常穿的裤子 略大一号码数刚合适 最大缺点就是 面料极其黏毛 有小动物的家庭 请多准备几个滚滚 每天出门前 沾上那么几次 三一是闪电激进裤 买裤子送腰带 服装的腰带是 无孔无奇调节设计 不管是胖子还是瘦子 都可以使用 一秒开关 扣上了就不会脱扣 最值得夸的是 裆部设计 给屁股担子预留了 足够空间 走跑坐卧都很舒适 丝毫没有紧绷感 虽然裤脚不是 我喜欢的收口设计 但也属于窄脚版型 不会显得嘟嘟囔囔 面料是底轮加安轮 不容易齐折 打理方便 防风的同时 还保证了优秀的耐磨性能 面料表层 有防泼水处理 可登山 可机型 可渡部 春 初夏 秋 初冬 都适合穿 互吸互快 都是CE2级慢会弹 看得出品牌 是蛮讲奏的 从做工 用料 版型设计来看 都很可以 500出头 M到4柴楼都有 真一分钱 一分货 雷翅是不多件的 有女款机型服的牌子 专款专座 更合身一些 不需要用男款 相马凑合 颜色保护都刚好 红色也不俗气 很衬肤色 不管是外出骑车 还是上班 都比较日常休闲一些 面料可防风 可防水 耐磨度很棒 满足四季通情 同样有小棉袄配置 适合春秋 南方冬季 护具配置齐全 护背啊 可以自己更换一个更好的 缺点是 版型的原创都一般 很容易想起 美国的这个牌子 但现在性价比高 活动价600多 就可以带走 附上172 180不同身高的穿着效果 给各位家人们参考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护甲衣衣 相比较夏季其幸福来说 大面积的网纱 会更轻薄 更透气一些 就是单穿觉得 有些羞耻 也比较考验身材 因为疫情原因 厂家还没有 替加温度测试的报告 这里就没印上 还是蛮考究的 日常练车 短途跑山是没什么问题 还有另一个颜色 我是不太能用得上了 之后会送给 吃卖和我一样的兄弟姐妹们 这款手套 可以说是最便宜的羊皮手套 日常售价188 骑装 风云 小羊皮四季通情手套 全部都是进口羊皮 没用人造合成葛糊弄 纯皮的 在耐用度 贴合度方面 都要比拼接材质 更优秀一些 属于越带越贴手的那种 轻薄 握把手感很好 感谢观优秀